一人一包我没蛋了 你们后面不要拍 蛋行一开门 两小时内全部卖光 排队民众等半天 最后却是一场空 还险些与店家发声口叫 两三个礼拜吧 都买不到 我就去买很贵的蛋 很无奈 我想是不是自己押养鸡了 买好几年了 说没有蛋 很贵了 他现在一斤多少 说到价格 人人有感 一味鸡蛋批发价 从六号开始 美台金从52元涨到55元 产地价则从9号起 从42.5元涨到45.5元 都创下历史新高 把时间拉长观察 以批发价为例 一年前的3月6号 美台金46元 到了今年涨到50元 而2月23号又上售到52元 三周内调涨第二次 美台金要价55元 我们去掉蛋 现在蛋价一斤掉到70块 所以我没办法买 店家我们是固定的 我们就是讲心意 业者透露 供需失衡 主要是因为鸡蛋产力 多半在中南部 运输北上还要运费成本 不如优先就近供应给中南部 以蛋航进货来说 现在每周也只剩135供应 还是预先保留给早餐店 及餐厅等已经签约供货的客户 才会让一般民众感觉鸡蛋好难卖 而农委会表示鸡蛋缺口 每天达50到80万颗 承入持续全力调度 中南部的禽流感 那造成了我们蛋农的生产成本上涨 我们除了已经确认三月底 会从澳洲等进口500万颗以外 我们陆续还会从其他地区 尽快的来补足这样的一个缺口 产业界市井 淡价天花板还没到 因为禽流感还在蔓延 短期内涨势难以止住 也提醒民众不要囤积 不只将助长淡价涨势 而且也不新鲜 净新闻曹生向弘瑞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净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